因為正在公屋, 即是 潮凯自小在公屋長大 雖然結婚時才開始想自已 但在父母身上 他就學到我要做業主的概念 我中學的時候 剛才有一個叫租者志祺的家計劃 可以讓租戶買公屋 當時爸爸有一塊錢就買到 當時我第一次…我不是業主 但也是一份擁有這間屋的人 我才知道要買樓 我媽媽也有在外面再買樓收租 我看見對, 其實可以這樣去賺錢 這件事會否令你在儲錢的觀念 比較實際, 總之應花得花 其實是的, 我去大學 算不夠十次坐的士 我很記得我媽媽小時候教我 如果你賺十元, 你一定要儲五元 所以那兩日為初的概念是父母給我 而且我爸爸是一個很折劍的人 是一件底衣服, 可能穿十年 所以他這個概念對我來說很重要 到我出來工作的時候 我還是保持這個概念 去儲錢和理財 為了達成智業夢 潮海一直努力儲錢 但怎樣把錢變成磚頭 他就說全靠太太夠聰明 畢業已經加入TVB 那時候就不管了, 不斷儲錢 因為那時候我已經和現在的太太 拍拖了, 她說要買樓先結婚 正常, 香港人也是這樣 也計劃緊的, 但也很難走 因為你知道我們回到06、30 你也領餘時間睡覺 而不是去看樓 我爸爸有一天… 在10時他找到我, 他說要看樓 我說看樓? 沒有了, 很難睡 我難得那天休息 我沒辦法去看 其實我本來很心疑 但他問是甚麼?在哪裡買得起? 神經病 我老婆說回去嘔吐… 我說不是, 舊手期的 我說買馬真的要買? 不是, 因為2008年金融風暴之後 其實升得很厲害 當時大家相傳都說 會倒閉的 快點不要買, 等它倒閉才買 我太太說 其實不是, 算了, 算了, 算了 你也是自住的 即使它倒閉, 你也是自住的 你也是 算了 幸好楊太計算好數 兼舊那段 因為當年樓價升得比火箭 時機錯過了 列車就會開走了 其實當時我買樓 剛好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如果當時我沒決定要買 過兩個月後, 我已經買不起了 那段時間升得超快 我們正常看著地產的位置 放紙在那裡, 升了這麼多? 你要做多久才收到這個錢? 升了10% 其實我計算完數, 應該算不上 所以真的幸運 你太太是做一個教師的職業 會不會去問銀行借錢會比較容易? 絕對是, 因為演員的工作 有時候多, 有時候少… 還要爆鬆的味道 對, 你怎麼跟別人說? 半年後我會爆鬆 我有這塊錢, 我不會理你 對, 她也沒有 所以幸運是我太太 因為她是一份很穩定的工作 潮海兩夫妻 成功坐上財富增值的列車 他們說也是因為這樣 可以給予之後出生更好的環境 你買第一個物業, 三百多萬 就說要換大屋 你也要把自己的物業先放掉 當時利潤也不錯 還可以的, 也有八、兩百萬 買了之後就可以把賺了的錢 又馬上放進一間更大的 新的單位當然是三房 用了大概多少錢? 好像六百多萬 回心想, 其實當時是蠢的 買到那裡之後 應該是分拆兩個錢買兩個單位 一個拿來收租, 一個拿來住 我覺得應該是最好的 我不知道現在的樓市會怎樣 但我覺得那時候升得最瘋 其實也是一、三年會倒, 倒到現在還沒倒 是的 大家都不知道樓市什麼時候倒 暫時看, 如果那時候我厲害 我應該再買一、兩間 可能賺的更多 通常我們很多集都會說 成功靠腹幹 是 你這個新的產品 應該成功靠老婆 對, 剛才這樣說 我絕對認同 所以我跟任何人說都是 如果你要有好的生活 就要娶一個好的老婆 如果太太教練得到 你又很信任她的話 很舒服 所以我覺得自己是幸運的 對, 我自己是